我20年的時候也有到上海 這是我第二次到上海這個城市 我20年那時候到上海 我已經真的是整個是正經歪了好不好 你能想像一下嗎 我從小到大生活的台北市 從我有記憶開始一直到長大 一直到現在感覺都是一個85分的城市 那我第一次20年到上海的時候 覺得上海是一個80分的城市 我第二次到上海20年的時候 覺得上海已經是一個90 甚至95分的城市了 哈囉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小潔不到160 你可能最近在一起台灣小夥 第一次到大陸高鐵的視頻裡面看過我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後是個101 所以我現在人在這個台北 可以說是最繁華的地段 信義區跟大家聊聊 我身為一個長年往返兩岸的台灣同胞 台灣青年在台灣人 對於大陸常有的這些認知 務區的部分有什麼樣的看法 那我自己又是怎麼樣去瞭解 真實的大陸的 首先就以我最近的那一期到大陸搭高鐵的視頻為例 那在我那一期搭高鐵的視頻發布之後 我就發現各位大陸的觀眾朋友們 對於我在視頻裡面特別關注到的 大家在上車的時候有沒有排隊 以及我會去特別看高鐵上的洗手間 的這幾件事情 我發現無論是在彈幕或者是評論區 就是會有蠻多人會覺得 為什麼我要去關注這些 其實我會特別關注這些 不是因為我不知道 或者說是我覺得會怎麼樣 其實不是因為出自於我自己本身 而是在台灣這邊媒體 或者說是一些輿論上 長年累月下來 有一些這個刻板印象 就是可能人民素質比較差一點 廁所沒有門啊 福利制度不完善啊 不愛排隊愛插隊啊 路上隨意吐痰啊 大小便啊之類的 這些 我說的是刻板印象 大家不要神奇 還有這個最經典的 高鐵沒靠背 這些刻板印象可以說是 非常深植的 刻在蠻多台灣人的腦海裡的 所以啊 我當時啊就想透過那期視頻 來帶大家看看真相啊 因為其實我視頻 不是只發大陸這邊的平台 我在台灣人常看的平台 也都有發的 那剛剛提到的就是 台灣人普遍對大陸的刻板印象嘛 我自己本人啊 有幸從我大概九歲的時候 就開始幾乎年年都有到 大陸至少一趟 那我現在都快三十歲啦 那在過去的將近這二十年期間啊 我 你可以看一下台灣剛剛那個聽到 大家有沒有聽到 剛剛就是有一台跑車過去的素質 哇那好吵喔 那個城市裡面搞那麼吵 那排氣管真的是該抓 還在吵啊 還在吵 還在吵 那車也沒特別好看 搞那麼吵 剛剛說到哪 我們家就是幾乎會 年年安排到大陸旅遊嘛 所以我對於大陸這 過去十幾二十年的發展 是真的親眼所見 感受感觸特別深的 那我也必須說啊 剛剛提到的那些 台灣人對大陸的刻板印象啊 有部分啊 有部分 在我小時候到大陸的時候 有部分現象 是真實存在的 例如這個 比較不愛排隊 然後路上真的滿多人會 隨地吐壇 有些景區的廁所沒有門 甚至還要收錢的情況 這些事情在二十年前 我確實是有在 無論是當時的成都啊 湖南江家界那邊啊 甚至是08年去北京的時候 有些這個比較老的街道 有些街道上還是會有看到 類似的情況 但也必須說啊 這些情況在我近幾年 不用說近幾年 大概二零一幾年過後 到大陸基本上這些情況 就越來越少 甚至幾乎消失了 例如這個隨地吐壇的現象啊 或者說是這個廁所沒有門的現象 我現在真的幾乎啊 連續好多年到大陸 幾乎都沒怎麼遇到啊 你要說少數人特別 素質比較差 那那那那肯定是有了 你不用說大陸 台北 台北我剛剛就遇到 剛剛沒拍到 剛剛就有人在爐上吐壇 但你要說這是比例 這就完全就是比例問題嘛 這不是一個普遍現象 但在早期可能比例稍微大了一點 現在大陸在這方面 會做這些比較素質低下的人的比例啊 也已經在一個合理的 全世界先進國家都差不多的這個比例了 早期這個開放兩岸小三通的時候 就特別多人會到大陸嘛 那那時候那一批到大陸的長輩們 回來之後可能就各種說大陸那時候的情況 然後一直說到現在 因為他們的影響力在過去20年是最大的嘛 那導致很多人從小根深蒂固 聽到對於大陸的種種啊 都是由那一些 早期到大陸的長輩們的分享 所以導致大家刻板印象才會這麼的嚴重 那大家也知道近期這個兩岸的一些原因 這也有導致很多人這個出門旅遊 可能不會首選大陸 所以就很多事情都只能這樣以而傳而啊 就一個惡性循環啊 那剛剛提到成都啊 現在再來說一下上海好了 因為上海是我到過大陸最多次的城市 我在10年的時候 那時候市博會嘛 對吧 上海市博會 那是我第一次到上海 那時候上海中心大廈都還沒蓋完 那時候好像蓋一點點嘛 但那個時候啊 10年的時候 我到上海就已經感受到非常震撼了 那個時候的上海我可以說已經讓我感覺是超越台北市的了 這樣台灣觀眾不知道會不會不高興 不過老實說那時候我就有這樣的感覺了 這樣那時候除了市博會之外 也有看這個上海的 它有一個上海城市規劃館的樣子 那時候看到就覺得哇 大陸這邊對一個城市的發展規劃是看這麼遠的 那相較台北市 這個等一下彎點再跟大家說 對10年的時候就有給我這樣子的震撼 不過10年那一次到上海啊 我還是會有一點感覺路人們的素質 可能跟上海的硬實力還沒有太 還沒有太跟上來 就直接拿市博會舉例好了 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時候為了市博會要搶先很多 那時候很多館嘛 每個館你要進去參觀什麼都是要排隊的 所以就很早就去了 但那時候真的印象非常深刻 我們已經是一早去 好不容易排到還是挺前面的 但在正式開放的時候 一大群的人就又開始推擠插隊 然後很多大媽開始在那邊 我那時候還是小朋友 我那時候還是初中生嘛 那時候那個大媽就把我往後拉什麼的 那時候真的好生氣 我直接就破口大罵那個大媽 然後叫他們不要插隊什麼的 導致我印象真的非常深刻 因為我真的很少在公共場合這麼生氣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 嗯...在這方面還是... 對... 然後那時候上海的街道 雖然沒有到髒亂也沒有到落後 但就是整潔程度真的還不如當時的台北的質感吧 我知道大家都覺得台灣人莫名的優越感 但但這個真的不是出於這個優越感喔 我們時事求是喔 我說的是一零年喔 這個都已經是十四年前的事情了 那我馬上說到好不好 我二零年的時候也有到上海 這是我第二次到上海這個城市 我二零年那時候到上海 我已經真的是整個是正經歪了好不好 你能想像一下嗎 我從小到大生活的台北市 從我有記憶開始一直到長大 一直到現在 感覺都是一個八十五分的城市 那我第一次一零年到上海的時候 覺得上海是一個八十分的城市 我第二次到上海二零年的時候 覺得上海已經是一個九十 甚至九十五分的城市了 大家可以感受到那個落差嗎 一開始覺得台北在這裡 然後上海在這裡 過了十年之後 台北還在這裡 可是上海已經從這裡到這裡了 就是就是這種感覺 就是這種感覺 然後更不用說 我去年又到了一次上海 這感覺是從何而來 就是從除了我剛剛說的硬體 還有這個城市規劃 這些非常明顯 一零年去的時候 根本沒有什麼支付寶 沒有什麼出門 只要帶一台手機就好的事情 沒有 一零年的時候根本沒有這種事情 可是到二零年的時候 我已經可以感受到 大陸在智能這一塊的這個 跟已經超越台灣太多 因為台灣完全 所以基本上沒有人在乎 沒有人發展二零年的時候 然後從二零年一直被講 講到現在才開始 開始有些人在搞這些事情 但基本上大家的習慣 我覺得這個現象延伸到現在 已經不是什麼科技 或者說是技術水平的問題 而是大家的習慣問題了 台灣人已經沒有跟上 那個時候的這個趨勢 現在已經沒有這個習慣 甚至有點排斥這個習慣 對 二零年的時候已經被 上海的這個智能 這個智能化所震撼到了 更不用說我去年 二三年又到了一次上海 住了這個 上海中心大廈的J酒店 大家可以看我那個時候的視頻 然後還有逛這個人民公園 欸 欸 講到人民公園 人民公園真的吊打台北市任何一個公園 真的吊打台北市所有公園 逛過就知道 上海人民公園那個質感 我的天啊 裡面還有國務館啊 整個環境都非常好 非常大 非常舒適 總之啊 整個上海給我的震撼 還是挺大的 當然最重要的 我覺得還是人民素質的提升 不用說是去年 光是這個二零年跟一零年的 這個大家上海人民路人的這個素質 就差很多 非常多 很多人說上海人冷漠啊 或者說是怎麼樣 其實對於我在平常 也是在台北生活的 我覺得也還好啦 就是都市化嘛 你沒事 你也不會隨便去對著一個陌生人笑啊 或者說是跟他講什麼 這很正常啊 但如果你有問題去請教人家 或者說是有需要幫忙 我覺得 大家都還是善良的 這個完全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什麼比較冷漠 或者說是就因此不善良的 或者說失去人性 這個問題是不存在的 沒有的 對我那時候就有做很多那個街訪嘛 街頭採訪 也可以非常明顯感受到 那些願意接受我採訪的 路人們啊 也是非常有素質 非常有禮貌 非常客氣的 也沒有什麼 上海人就一定比較冷漠 或者說是冷血的 我完全沒有這樣子的感覺 還是好人多啊 還是好人多 所以我覺得歸根究底吧 還是得自己啊 實際到一個地方 自己實際去體驗 實事求是嘛 對吧 自己親身體驗 親身感受到的才是真的 那我去年到這個上海啊 給我一個最大震撼的感覺啊 就是 上海的上限還沒到啊 上海今天已經發展到這個樣子了 它的上限都還沒到 那反觀台北 台北的話啊 從我小學啊 到現在啊 二十多年來 差不多吧 差不多就這樣吧 你要說它完全沒有其他新的建築物 或者說是建設嗎 也不是 但不多 可是總體來講 有一說一 台北 或者說是乃至整個 台灣吧 這二十年來吧 沒有說三十年 不知道是不是都算客氣了 這二十年來就是 仇助不前的原地踏步 時中如一 現在在這個信義區啊 在我小學的時候 跟現在 我今天走在這裡 感覺是差不多了 那你要說這樣子的水平 在二十年前 那絕對很頂啊 二十年前啊 好不好 但一路放到現在二十年都 沒差改變的話啊 就 yeah 再看回上海 我一零年去 到二零年 到二三年 三次體驗都不同 三次都有帶給我新的震撼 這就真的可以凸顯一件事情 就是 大陸在各個方面 這十幾二十年 長期以來啊 都是不斷的在突破 不斷的在進步的 而且持續還走在對的路上 那台北啊 或者說是台灣人的話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 實事求是 面對現實 然後 少點優越感吧 我當然也不希望這就是 台北或者說是 台灣所謂的上限 但 與其嘴硬 不如 好好想想 好好思考一下 台灣是怎麼走到 如今這一步的 那台灣這邊的媒體亂象 或者說是這個 輿論啊 氛圍啊 真的是 大家懂吧 大家應該都知道啦 那當然過去 這麼多年 很長期被這樣的一個 亂七八糟的環境所影響 信的人必須老實說 挺多的啊 挺多的 但各位也不要太悲觀 不過近期也有感受到一個氛圍 在島內啊 在台灣這邊也有一個氛圍 滿明顯的 就是其實越來越多的人 有意識到自己可能長期都被這個 有色眼鏡啊 所蒙蔽啊 所騙 也開始越來越多的 年輕人 願意 親自到大陸的各個城市 各個省份 各個地方旅遊 親自看看 親自感受 那我相信啊 也期待吧 就是事情還是會往好的方向走啊 雖然需要一些時間 有些事情 急不得 但 終究會往好的方向走的 我卻看了 unity 其實 是